失眠睡不着容易醒做梦多 六种让你快速入睡的忠诚药 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失眠睡不着怎么办呢 半夜总是醒是怎么回事呢 睡着了又总是做梦又是什么原因呢 帮你辩证用好六种忠诚药让你睡得香 失眠让很多人苦恼 严重影响身体健康和工作 那失眠到底是什么原因形成的呢 中医讲五脏皆令人不眠 意思说五脏六腑功能失调都能引起失眠 常见的主要有心肾不焦 肝火旺 心火肾 心脾不足等症型 针对不同的辩证 其相应的治法不同 做到正确辩证才是解决失眠最重要的一步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常见六种失眠临床表现 以及要用哪些忠诚药 第一个症型是心肾不焦引起了失眠 心肾不焦就是水火不济 渗水不上升 心火不下降 这种类型的失眠主要表现为难以入睡 再一个就是梦多 睡着了就做梦 心烦心慌胸闷 还经常腰酸腰困 头晕耳鸣 这种情况可以用中程药交太玩来交通心肾 第二个症型是心脾两须症 心脾两须主要是心血须 脾胃也须 主要表现为不易入睡 失眠多梦一醒 醒后难入睡 全身无力 没有精神 困乏容易出虚汗 还没有胃口 有时候胃胀 腹胀 大便息 这种类型的失眠我们置以贱脾养心为主 可以用龟皮玩 贱脾义气 养心安神 第三种就是脾胃不合的失眠型 中医早就有胃不合则卧不安之说 一种情况是以胃不好为主 消化不良 胃气上泥导致失眠 还有一种是脾的运化功能失调 水尸停留在体内 失胜而化痰 痰热上扰心神 人便会失眠 脾胃不合的人 往往会出现胸闷腐胀口苦消化不良谈多等问题 如果是第一种以胃部消化不良胃气上泥引起的失眠 我们可以用饱和丸消食化疾 但是还要做到一点晚饭一定要少吃最好是七分饱 如果是以腐胀口苦谈多为主的失眠 那就要化痰安中为主 可以用黄连温胆丸来改善 第四种情况就是阴虚内热引起的失眠 这种失眠常见的症状有心烦难以入睡 五心烦热手脚出汗或倒汗 大便肝 晚上睡觉总感觉发热 还有腰酸梦移口干等 这些都属于阴不足 阴虚火旺 趋火上扰心神 人不守舍就会造成失眠 对于阴虚火旺引起的失眠 可以服用天王补心丸 滋阴羊血 补心安神 第五种失眠就是肝鱼化火 肝为肝脏 性调达而勿抑郁 肝鱼之之后就容易上火 肝火扰乱心神 就会导致失眠难以入睡 多梦 多半有急躁 烦躁 目斥而明 口苦口干 口渴 小便发黄等 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考虑用龙胆泻肝丸来调理 第六种类型就是肝鱼气质型 这个类型的人平常心情烦躁 入睡困难 半夜容易醒 醒后很难入睡 心情烦闷 总是担心一些事情 开心不起来 呈抑郁状态 或者情绪波动比较大 喜怒不定 常叹气口苦 胸邪胀满 女子可见月经不调 该类型失眠 由于肝鱼气质 情质不达而至 可以使用逍遥玩或单制逍遥玩 以上六种失眠症型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临床上很多人病情比较复杂 往往叙事夹杂 所以调理必须辩证准确 才能有作用 你的失眠是哪种 或者还有一些其他什么症状 可以给我留言详细说一下 感谢大家的点赞和收藏 感谢大家